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在买那个飞机票的时候 他就一直推荐我买个意外险 我就不买 我从来不买意外险 我觉得就浪费钱 我知道意外险能赔我很多钱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出意外了 我也没有生命去享受那几百万 对吧 我又不希望到时 我家里人在悲伤的情绪中 还夹杂了一丝兴奋 不纯粹了 你懂吗 但是有个卖保险的朋友劝我 他说大熊我跟你讲 你不买意外险 等到出意外 你就会后悔 就所有时间后悔啊 对吧 意外险它又不是延误险 如果我没有买延误险 但它延误了 我肯定会坐在机场后悔 我会跟自己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延误险 但如果飞机已经在空中出了意外 都快要爆炸解体了 周围的人都在大喊大叫 我不可能一个人傻傻坐在那里说 哼 刚才应该买个意外险 你买了 哇 恭喜 你就好了 死得其所 不会了 好吧 不会了 然后来参加托四之前呢 其实我一共参加过两个综艺 第一个是一个恋爱综艺 素人恋爱综艺 心动的信号第四季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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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去谈恋爱的 不是去搞笑的 好吧 至少我以为不是 参加那个节目之前 我已经单身一年多了 其实有很多人是活该单身的 包括我自己 就是不懂得抓住一些机会 有一次我开车 然后送一个女生回家 到她家楼下的时候 她突然跟我说什么 哎呀 坐你的车 头好晕哦 你能上楼陪我一会儿吗 我当时就懵了 因为没有人坐我车 会头晕的好吗 我开车贼吻 三年都没被透过分 OK 哦 两秒钟了 打车了 我觉得她有点不尊重人了 你知道吗 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去她家 我甚至都没回自己家 我一个人在高速上练车 你知道吗 应该走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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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挺稳的吗 没道理啊 真的 活该单身 我上一段感情还是姐弟恋 就姐弟恋会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嘛 尤其是她之前交往的男生 又都比她大很多岁 搞得我很不自信 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诶 我之前一直以为 我只喜欢年龄比我大的 但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喜欢长得老的 这什么鬼 我确实我知道我长相很一般 就参加一个恋爱综艺也是挺冒险的 但是那个节目体验还是很不错 就不像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脱口秀节目 体验就特别差 因为她会在我的脱口秀表演里面 加一些奇怪的综艺音效 我每讲完一个段子 她就会等人等登 我当时就讲了那个姐弟恋的段子 我说我和我前女友是姐弟恋 嗯? 呃 她之前交往的男生都比她大很多岁 哇哦 后来她才发现 原来她是喜欢长得老的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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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搞多音效 真的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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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能来脱口秀大会第四季 我真的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更专业的脱口秀舞台 但是 但是 节目组也知道我刚参加完心动的信号 居然还敢问我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也接受草CP 我说听你们安排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大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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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虫